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剧集高级 无线停厂 日销200万 找仓底货 食脑丧B 顶当 食脑丧B 这一套被视为TVB试水温的实验作品 全20集在卖TV GO 收费channel 已经上架了 曾经被港媒形容创新题材 赢口碑 应该放在免费channel 上发光发热 早在家族荣耀播出之前 TVB 已经宣布随后会接盘 那时是一月初的事 TVB 剧组停厂的消息是二月底的事 几乎两个月后来到三月 港媒突然用剧集高级 用顶档形容 是记者失忆 还是当香港人傻的呢? 这么简单的消息都出错了 停厂日烧二百万 到底是怎样消息呢? 怎样计算出来的消息来源呢? 文中形容 纵使丧丝片已食到水尾 亦只好暂时顶住档 大家一起来看 Leftx 2022 年人气新剧 丧丝校园 大家都很期待第二季的来临 这个水尾都很细水长流 整件事最有趣的是出现时间 那边箱隔离台停厂消息一传出 这边箱立即翻炒 TVB 停厂要用仓底货救命 还要日烧二百万 加强这个真实感 你说有趣不有趣呢? 虽然上集我棄言说 担心隔离台 其实真是说笑 上年转规为营 全靠男团去外面拍广告 救全家 今年又有新力军女团加入拍广告 向来都是以外购剧 及外购节目为主 业务及收入来源 与传统电视台大不同 所以停厂 无疑对TVB 的影响会大一点 但TVB 草剧是常识吧 用这个角度切入 看隔离台淡化停厂消息 其实真的没必要 两个台都没什么看 播电影也不错 提到外购剧 之前杨英伟质疑 TVB 的家族荣耀 有钱人的世界 跟年轻人有什么关系呢 我在节目中列举了韩剧 上流战争大受欢迎 想不到一个星期之后 我做资料搜集的时候 原来隔离台 买了上流战争回来播 我没有看上流战争了 但家族荣耀 从最初我不太有兴趣看 到现在越看越精彩 原来有钱人的斗争 对于这些 已经不再年轻了 又没有钱的爷爷来说 原来真的挺吸引的 食脑桑B 之前只在mytv go上架 不止一间港媒 曾经赞文大叹可惜 现在终于在大台 跟观众见面了 亦是时候打倒昨日的我 未播就先踩 尽量按得就按 就像对待星梦Junior 和星梦2一样 手法是如出一切的 旁边台已经播了 或未播的剧集和节目 你什么时候见过我踩过的 你有没有听过我叫大家 不要听男团听星梦呢 偏偏就有人留言给我 叫我不要寄望星梦 星梦只会令我失望 叫我去看隔离台 去听男团 男团是以拍广告见清的 身为男团粉丝的你 推销手法可否有型呢 放心啦 如果隔离台的节目 適合我心意 男团的歌又吸引到我 我一定会看一定会听 只是我不明白 你这么在意我 看不看 听不听做什么呢 YouTube开个channel 是免费的 你想心到天天过来看我 习习派dislike 与其花时间去说服我 不如你自己开个channel 录节目推介 会不会更加有效呢 食脑爽别 未播就已经出手踩了 看来真的挺吸引的 本来就已经很想看了 现在是更加想看了 但是我更加想大家 喂 看回我之前的节目 不要错过 又是我 为什么两天后关留言功能 因为节目越来越多 万一看流眼有人搞事 那就硬冤 为什么只说TWB 只是分享一些喜欢的 不要贪心了 不要大包围了 就是不要打算讨好全世界了 免得不同的观众 看了会不高兴的 不高兴的 Hello 我是飞天爷爷 一个写小说写专栏的作者 喜欢画画 听歌 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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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剧 极度需要存在感 和今次的车角色 如果大家喜欢我短片的话 不妨订阅我channel 然后按大这个铃铛 下一次更新的话 就会通知你了 最好帮我share 出去介绍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